嗨,我是羅曼,那今天來剪鋼絲頭 這不是鋼絲頭,是自然捲 就是亞洲人,其實我們台灣很多像這種自然捲的頭髮 我會把他前面的瀏海剪掉 因為我覺得他這幾隻讓我看得很不爽 如果你有自然捲,那頭髮又很粗硬的 就是你旁邊很容易炸開的 有一個方式,我跟你們分享就是 記得在修剪的時候,兩邊直接推斷 兩邊直接推斷就對了 好,那我們先把兩邊剪完 好,我們在修剪的時候 記得一個地方就是,這裡摸下來 有收過的頭腳,這裡往上一公分去做分線 這裡,看一下,他的腳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分在這下面的話,他會更膨 所以你要分在他上面 把這個腳直接往上推掉 然後這邊再去做修飾就好了 這個腳一定要去掉 他不去掉的話,他長長就是往上長 就是這樣膨起來 所以這個腳要去掉的話 我最簡單的方式是 我是拿電剪,直接把這個凸起來的地方削掉 但是要削的時候,請注意你的手一定要很穩 不然的話,這隻要是掉下去啊 這一片就不見了 所以這個需要稍微有一點 有一點技巧 那如果你想要更穩定一點啊 我是用小拇指 這樣頂著,然後這樣去修 因為這個沒辦法用公分套去剪 所以,然後不要剪太多 剪一點點就好 把那個腳修掉就好 這樣他就不會那種尖尖的 不會像這樣 像這邊,這邊現在還是尖的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再看一次喔 我用小木枝頂著 然後這樣去修 輕輕的修就好 為什麼要這樣? 是因為他會讓上面這個腳 比較柔和一些些 這樣子,你不要問我上次幫你剪什麼 剪了那麼多種髮型 我怎麼會記得每一款 我只記得可能 對啊 像這個也沒有剪過啊 這個好像沒有剪過 對啊,這個沒有 好啦,我們今天就剪完了 等一下要沖個水 讓大家看一下造型 好,剪完了 吹乾大概就是像這樣 沒有抓任何把它單純吹乾的樣子 好,那我們影片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拜拜 好了